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刚才短片中我们所看到的 不需要充电线就可以给电器充电 和空传送电量 这种无线充电技术不是科幻电影里的情节 它就真实地存在于我们的身边 这么炫酷的高科技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吧 不管是在办公室还是在家里 书桌上 角落里 堆积的充电线总是随处可见 既占空间又影响美观 而我手里的这台手机 现在并没有连接任何的充电装置 就已经进入了充电的状态 是不是很神奇呢 其实它真正的神奇之处 就在于我手下的这块无线充电装置 隔空无线充电是怎样实现的呢 磁共振发射端供电时 会产生一个低频振动磁场 当接收端进入该磁场范围内 会与发射端一起产生同频共振偶合 从而将发射端的电能 以无线的方式传递到接收端 为设备隔空无线充电 在我看来呀 无线充电技术就是看不见的充电线 它的好处呢 就是随放随冲 拿走即用 让我们完全摆脱了各种电线和插座 对我们的束缚 再也不用为整理电线而伤透脑筋了 无线充电就像WiFi一样 只要无线充电覆盖范围内 就可以自动连接 并且对电子设备进行充电 可以自由移动 不受拘束 且不影响电子产品的充电状态和充电效率 而垂直充电可以在一定距离内 穿透出金属外的任何材质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隔空充电 如果电子设备太多 往往导致插座压力太大 而磁场均衡分布技术 能保证接收端处于不同位置时 传输的效率稳定 将发射端隐藏在桌子底部 就可以在桌面构建无线充电区域 磁场多输入多输出技术 能够支持多功率 依对多设备的同时无线充电 把充电触电口变成隐形充电区 防水防尘也更加安全放心 你看无线充电技术 已经可以广泛地应用在 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地方 而这就意味着 在不久的以后 人们将不再随身携带任何电线 就可以随时随地地 为自己的电器进行充电 到那个时候 人们将真正地进入到 智能化的无线时代 展示科技新创意 新产品新发明 大家好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家宝 作为世界上最酷的运动之一 滑板运动凭借着热血 无味的精神 受到了广大青年朋友的喜爱和追捧 但是由于滑板运动的 难度系数大 风险性高 也让很多人望而却步 那么今天我们将体验一款 仅凭身体的重心 就可以控制的智能体感滑板 它到底有多神奇呢 让我们一起去体验看看吧 智能体感滑板 会自动检测身体的平衡状态 在站稳准备好之后 滑板就会启动 不需要手持遥控器 只需要将身体重心前移 或者后倾来进行前进和停止 即便是像我这样的滑板新手 也毫无压力 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路面 不一定总是平整干燥的 那么这款智能体感滑板 在不同的城市路面下 会有怎样的表现呢 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 我现在是在这种板砖的道路上滑行 虽然感觉到有一种颠簸感 但是还是基本上 可以保持一种平衡状态的 智能体感滑板 拥有3D体感控制系统 内置压力和陀螺仪传感器 读取的数据会传入到智能主控板 内置的AI算法 可以判断用户的姿态 与此同时 会学习你的运动方式 并记录适应你的运动偏好 当滑板的压力和陀螺仪传感器 检测到滑手正在上坡 会计算所需的电机流力 在保证用户稳定的情况下 加大电机输出 同样的 在下坡的时候 也会自动限制电机输出 以提高安全性 除了体感操控 还可以利用遥控器 APP遥控操控 你可以在手机上调节 启动加速度 控制灵敏度等 让滑板更符合您的运动习惯 充电90分钟 可以滑行10千米 基本满足了日常使用需求 备用电池 只要一只手 就可以轻松更换 滑板 滑板富有IP66级别的防尘防水效果 所以在潮湿或粉尘较多的户外 也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根据我一天的体验 我发现这款智能体感滑板 还是比普通的滑板要容易的很多的 像我这种新手 也可以通过稍加练习 顺利滑行 最后呢 还是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未来有更多高科技智能产品 可以赋予我们全新新鲜的生活方式 放心无止境 科技也时尚 接下来请收看 时尚新科技 灭火瓶 展示科技 新创意 新产品 新发明 这里是时尚科技秀 我是卓洞 火 给人类带来了光明和温暖 它既是人类的朋友 但也可能是敌人 因为即便是再小的火苗 一旦失去控制 也可能威胁到我们安全 所以在火灾发生时 如何更好的灭火 如何安全逃生 就成为永恒的话题 说到这儿 大家一定对我手中 这个红色的瓶子很感兴趣 它叫灭火瓶 既能够灭火 还是一款逃生神器 那效果怎么样呢 我们一块来试一下 像我身后正在燃烧的木板箱 只需要把灭火瓶 扔向着火点 就可以达到灭火的效果 这个灭火瓶的使用 不需要经过任何的培训 即便是老人和小孩 也能够轻易地操作 只需要把它对准 着火点扔出去 瓶子就会破碎 里面的液体就会流出来 而它的秘密就是 藏在瓶子里的液体 它能够在可燃物表面形成大而薄的膜 隔绝氧气和可燃物直接接触 同时药剂还会释放出 二氧化碳 氮气等阻燃气体 瞬间降低氧气浓度 达到隔氧的目的 并且药剂与火源接触后 在热传导和水分蒸发的过程中 可以迅速降低可燃物的温度 那么灭火药剂的阻燃效果到底怎么样 我们拿气球来做测试 在我手中的是一个普通气球 当它来接近火源时 非常容易爆炸 那么下面测试的第一步 首先用灭火药剂浸满毛巾 第二步用浸满药剂的毛巾包住气球 第三步将气球靠近火源 结果证明气球完好无损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有些火灾我们在发现它时 已经无法控制 这时逃生就变成第一药物 可是大火已经把人包围 该怎么办 就像我身后这样的情况 这时只要用灭火瓶 投向火石中较弱的位置 生命通道就会打开 灭火药剂形成的药膜 在隔绝氧气的同时 本身的燃点极高 它凭借良好的抗烧 阻燃和抗复燃性 能保持灭火区域 至少三十分钟以上不复燃 怎么样 这些宝贝们是不是很可爱 它们既是美化家园的摆件 同时又是我们安全的守护者 不过火灾无情 再好的灭火器材也有局限 防火才是关键哦